好,那我就是直接帶了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的話,我再分享剛剛所謂的那個,活動跟共同議題的共享 那現在這個只是RAMS,因為它也是我自己有意思所創的 那我可以先把第一點這個... 出發是因為台下不動彈想的時候,它夢想被造的 那我... 不正在... 我們就... 台下! 台下已經唱對了 欸,真的耶 好 好,夢想讓人偉大,而連結讓我們更加穩定 它的夢想被造,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follow到這個資訊 它的意思就是,它內容是說,不同的反響是它邀請了台灣各大學的... 呃... 就是... 大學生跟高中生 就是邀請大學生用一張紙一百個字,寫出它想存立給高中生的話 那中間內容是說,它這段人生的夢想經驗 或者是一些它想要叮嚀高中生的話 那對於此,我當初看到這個中學的時候我有感觸 因為我從小就想說... 我發現每個人背後都有個故事 我們其實都背後都有個故事 我感覺它的故事很珍貴 那... 這故事呢,尤其長輩的故事都很珍貴 因為它們的故事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說,哪些路該走,哪些路不用走 就是可以減少一些冤枉路 但是這個活動,因為它是一個活動性質 那基本上它...人的話只限於高中生跟大學生 那其實我感覺這樣其實有點不夠 所以我想要把它辦成一個月聚會一次的方式 那人的話擴充到在職人士號補充性 那為什麼想要擴充到在職人士呢 因為就算我是一個大學生好了 但是我認為說...職場跟大學跟高中 其實這個...鴻溝啊... 就是職場跟大學是鴻溝 嗯... 相較於...大學跟高中 其實大學跟高中只要一直讀書也是在唸書 但我感覺職場這一塊其實是... 食物的部分其實是很少能碰到的 所以我感覺就是...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大學生... 就是進入職場的時候會有無視的問題 對,那為什麼我想要到國中生呢 因為感覺我...兩個面向來談好了 一個就是未來性跟光環性 那光環性的部分是因為... 國中生是一個人士的叛逆階段 其實父母親在怎麼長其實... 嗯...效果有限 那我感覺如果從外地給一個正面的引導的話 或許能產生的不同的結果 那剩餘光環... 嗯...未來性的部分就是因為... 其實我當我長大就知道... 嗯...都經歷過我高中這個階段 那高一高二其實就要分組了 那我感覺就是... 當初你完全不了解... 嗯... 文族跟梨族 你也知道說男生適合梨族 女生適合文族 那在高一高二的時候 你就選擇這個東西 但是到發現... 在過了三十年後 你發現進入職場的時候 那完全不是你要的 這一次為什麼我通常很多人是... 嗯...發現... 他想要討論... 不過是你也很討論 但是跟他一夜或想從事 文族是沒有關係的原因 好... 在一夜 哦...對... 人生就是剛剛那個部分 那實用可以像喔 我就是分成這樣子 因為我感覺人生的過程 就像一城一城的階梯 你不動玩笑話 所以我分成了三階 第一階是國高中 第二階是大學科書 第三階是在世人士 那裡面的部分呢 就是... 呃... 我這個計畫 他的出發點 針對於第一、第二階 就是國高中跟大學的部分 是因為... 我發現在台灣啊 就是... 呃... 台灣是有多方社會 那基本上的人都比較害羞 而且就是... 沒有 而且就是那個... 呃... 台灣的教育 或是見說一個人的格局 對我以為不是這樣的感覺啦 所以我感覺... 而且就是... 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讓... 呃... 第一、第二階的人會開始... 就是想問一個人問題的時候 我開始懷疑說 那個人是否願意聽我請聽 那個人是否願意就是 給我真誠的建議 所以我就是出發點 一、二階是這樣子 那第三階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 嗯... 再錯再次人是很多 那... 你們... 你們經驗對於我來講 其實... 就是那裡... 就是... 一個很好的借金 那... 過了我有感而發 想要創立這個平台 就是說... 我想要創立一個 夢想思想經驗傳承平台 那... 利用... 呃... 呃... 直屬鏈的方式 那... 因為直屬這東西 感覺是很棒 就是... 你到一個新的地方之後 因為直屬鏈會讓你產生 那種自己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在短時間內 促進交流 對... 就是這樣子 再見 那... 呃... 這裡就是... 我看一下有什麼地方 哦... 就是除了剛剛的理念之外啊 就是... 我想藉由這個平台來解決一些台灣的社會問題 那... 針對... 呃... 問題來講就是分成四個部分 它第一個部分的科技選擇和職場系的問題 我發現就是說 大學選擇科系不是自己的興趣啊 我來找不到什麼才是我之後想要做的工作 這些話語嘛 實際上在我們身邊發生 所以我想藉由就是藉由參與者 就是第三階的這些... 就是已經職場上的食物經驗 可以引導我們一二階 讓我們真正的了解 讓食物到底是什麼運作 到底是幹嘛的 因為... 雖然說我本身是讀法律好 但是... 法律其實... 呃... 呃... 跟我們一開始... 國中到高中 就是50班 告訴你法律其實是幹嘛的 其實那實際上是有落差的 對... 然後想藉由這個方式呢 就是... 利用第三階跟我們的食物經驗 就是他們的經驗 告訴我們 讓我們有助於我們科系的選擇 那第二部分就是它霸凌加暴的社會 就是說... 嗯... 我想要利用直屬別的方式 然後... 促進交流 讓各... 各階在... 嗯... 因為這活動是有分內部跟外部 內部就是聚會 外部就是私底下的交流 我想藉由這個方式呢 就是促進交流 所以你可以... 就是你... 假設第三階 知道... 其實下面有第二階啊 第二階下面有第一階 你可以了解他們第一階、第二階的狀況 之後就可以... 嗯... 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 其實在霸凌... 以霸凌來說好了 你的朋友其實... 在那個生活區裡面 你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愛慕得住 因為... 你... 如果他幫忙你 他可能就是被霸凌那個對象 有一個外地 有一個上一階的人介入 他們... 加上那個社會機構 這樣的話可以有助於 這個問題的解決 那... 平衡踏去的問題 因為... 其實台灣平衡踏去就是... 家庭經濟能力要差的學生啊 就是... 更需要就是上一階就是管道 或者資源的提拔 促使他們獲得一些額外的幫助 以至於就是以後 可能工作上呢 更... 就能更順利改... 改善他們的家庭狀況 對 就這個 夢想傳承社會課題 對 那我這邊想要引一篇文章 就是... 呃... 好... 然後其實那我真的跳過好了 因為是可以... 不多...不多時間 我直接引這邊 這邊是很重的 外面文章 那我這邊念給大家聽 讓大家喜樂恭聽一下 就是... 呃... 情言給15歲的自己的一封信 15歲的你 剛上高中 人生的冒險對你來說 剛才開始 你真的覺得很迷惘 很困惑 你真心希望有一個大人 能夠在你尋找人生方向這個時候 心心地告訴你 人生是什麼 夢想要如何追尋 熱情要如何奮戰努力才能獲得 重要的是 你希望能夠遇到一個體貼、尊誠、不顧一切代價 相信你的大人 他能夠全心全意地告訴你 沒有問題 一定做得到 我們相信... 這篇文章是引用著覺得很文章 這也是他可以自己封信 那... 他後面有講到 因為... 但是... 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 只要你真的長大 你都不小心會遇到這樣的大人 因為你花了15年的時間 終於明白 於是等待那樣的大人出現 不如自己 哩哩撞撞撞不會太努力 射法成為這樣的大人 對 那我對這篇文章 我做了一個很簡短的想法 就是... 諸大啊... 這些方話 或許在他那時候 稀稀一個體貼、尊誠、不顧一切代價 相信他的大人出現 確實有困難 然而... 此時時刻 這個平台建立 正式將當初的不可能並為可能 不過... 如果你當時... 小時候也有相同的感慨 那就去完成你的當時的夢想 去提拔台灣的下一代 因為現在的你們 正式台灣這塊土地的支柱 去交換台灣這塊土地 剛命運出的幼苗 使約當仁不讓 就是將台灣的精神 一代一代的甩下去 那因為時間不夠 那這些裡面的部分的話 我就簡單帶過 那這些裡面分為內部跟外部 那內部的部分呢 會以三種 就是一開始你會先 到活動的時候 你會開始抽到一個直數 就是直數 之後每一次聚會 你開始抽到一個另外一個直數 這樣會有你的人際 網絡會越擴越大 你的資源會越來越多 之後進入所謂的 就是像交給這樣子的字界 夢想交流平台 你可以在這個平台的結束的時候呢 就是跟別人交流 之後 就找到你自動到達的人 之後 最後下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我們會針對其實 剛剛講到夢想人生經驗這種課題 我們會由第二階發問 之後由第三階有經驗的人來分享 或者是我們一起專業人士來進行分享 那最後的部分就是因為 那個私交流 就是外部的時候 我們會所謂就是 電話或者是 雲端客氣的方式之外 因為這部分就是 一階一階的 所以說思想的話 三階零點的話 是思想就很單一化 所以我們講到最後一個方式的時候 就是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以後我們直接就是 呃 給大家看 之後用不同的角度來切入這樣子 那就是 呃 同樣的問題 那就用不同角度切入去看 就是觀點會有更多 更不同的想法 就這樣 謝謝 好的 首先請坐